经济本身要动力,国内在一月初已大幅放宽银根, 当时主要放在房地产方面, 令房地产不要继续大幅萎缩或倒塌, 它可能继续慢慢走,并不是想推高它, 但大陆也要决定,因为上年中开始, 它本来反弹得很好的一个, 尤其是生产力反弹得很好的一个经济势头, 在上年尤其是下半年开始, 逐步逐步地出现一个状况, 状况是经济缺乏增长动力, 大陆印银纸两份宽松可能其中一个 可以提升经济活力方法, 但除了提升经济活力方法外, 大陆怎样都要令到跟它做生意的外资 觉得宾治如归, 又或觉得它们在中国大陆运作有效, 现在上海封城某程度上令外资担忧, 因为上海不少外资机构在这, 封城之外现在去到十七十八日, 说的是十七十八日或未来十日 这些公司无法运作, 它们放在上海高级本人员, 放在上海人员变浪费了, 这是说不少时间, 上海已封城十七日, 第十八日未来, 如果再封十日便半成个月, 即是在上海为总部外资公司, 结果折损了十二分一的一个机会, 当然它可能后面几个月出得回, 但对中国大陆可能它都留意外资, 在整个疫情方面尤其是动大清零政策, 政府要给很大成本做之外, 外资或一些商业企业其实受到一定程度上的骚扰, 会否因为这样, 所以它接着会集中精神看多些, 其实亦有一个措施, 因应Omicron病毒的传播性或潜伏期不太长, 所以国内现在在七个市点会尝试, 比人员往来轻松些, 减低外资人士到中国大陆隔离的时间, 这个可能都看到, 其实北京可能都要很务实地看回应对疫情, 现在不只是香港爆, 现在是广州又要停,上海又要停, 深度又停过, 大城市人口囚物城市是有风险, 国内怎样应对这件事, 可能它都会在现在, 譬如在面对上海疫情完成后, 可能它都会有一个去回顾, 大家看现在动态清零的政策 会否有些微调方向, 但在中途其实本身已就上海疫情背景, 已放宽了商户旅客入境隔离日子, 它封城路线图说要清零, 基本层面清明,不是零, 即是无了一些风险在社区蔓延, 风险包括了密切丝社, 包括了病毒的人, 即是确诊的人本身, 这些都是国内动态清零想做的事, 但未来会否因为上海, 上海现在情况, 如果确诊个案不断上升, 基本上无法停, 它一定要按到基本个案, 或那些个案跌到某个数字, 觉得可控,它们才会放宽, 所以上海未来会长时间封, 深阵点,封了五日不对路, 即是withdraw, 以免出现上海情况, 就是确诊数字越来越多, 结果不可开, 现在就要看接着发展, 现在暂时状况, 整个政策可能会因为上海, 这一波疫情特色包括出了口服药, 包括病毒本身全时间不久, 也包括出现恐症或死亡机会相对小, 可能因为这种原因, 国内可能跟着, 在动态清零政策上都有所未调, 我想这反而即是上海市面封城, 基本冰封了, 同时李克强或习近平不断出来说要推高经济, 可能underline的意思是令市民感觉到幸福感, 要感觉到,要实质得到, 其实它似乎不只是说国内形势, 国内形势本身它都预设在美国完成的量宽后, 相对通胀压力无麽大, 就轮到中国自己做量宽去推高经济, 中国其实熬了很多个月, 从上年中开始一直熬到现在, 经济动力都是缺乏, 因为疫情也因为本身外围因素, 好,问题来了, 现在在斯里兰卡、秘鲁都出现示威暴动, 在巴克斯坦、秘鲁和斯里兰卡三个地方, 政权都出现一些不稳的状况, 原因都是因为通胀, 原因都是因为欧乌战争而输入的通胀, 而导致居民有所反应, 这反而是重点, 可能是习近平或李克强, 他们的思考上他已想前一步, 现在是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斗争, 或者俄罗斯参加乌克兰, 而会出现一个状况, 状况就是说通货膨胀会大幅在农产品, 或者在和乌一些领域上便会出现很大升幅, 这个通货膨胀是最后可能令居民痛感, 可能因为这样, 所以习近平和李克强更加要讲一定要推动经济, 不要让经济继续冷却或无动力, 如果这样加上疫情影响, 可能中国要给的一个代价会更大, 又或另一方面看, 会否预示通胀都会输入中国大陆, 现在尽快做好些居民或民间经济, 可以有一个足够韧力抵抗外来输入通胀, 这可能是一个考虑因素, 对国家稳定的考虑因素, 可能它看目光是看其他国家出现的状况, 在2011年和2014年都出现这样的状况, 全球通胀都上升, 导致全球很多国家出现示威暴动, 这一个俄乌战争加上美国和欧盟的制裁, 是有机会重演这一幕, 少少不同, 中国讲全球通胀大市场, 某程度上现在拜登讲, 就是供应链要摆回美国内一样, 拜登很清楚,已经讲了半年, 现在开始法案出, 520亿美元资助摆回在晶片工业上, 拜登讲得很清楚, 它希望晶片在美国生产, 形成一个生产和经济链都在美国本土上, 现在这某程度上对于中国 或对于一些出口认为国家来说, 这是一个打击, 这是完全跟现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是有所阻碍的一个政策, 如果美国最终决定将供应链本身摆回美国本土, 它对外国依赖相对低了, 现在航运成本令部分远离美国国家, 是难以再成为美国工厂, 如果不能成为工厂, 一元一元几号几号赚都赚不到, 所以现在简单讲, 中国也对应地讲, 它也会自己做一个好像内部的一个循环, 或者内部的一个供应链, 目的可能是看到大局, 就是美国会霸分自己资源在自己做供应链, 中国有些资源是无的, 现在可能要想如何处理, 整件事似乎对应着美国大政策, 其中一个政策方向, 林郑月娥其实已去到她任期最后两个半月, 6月30日完成任期, 中间什么政绩我相信大家看不到, 因为真的没什么, 但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多得不得了, 就算林郑月娥其中一个她收收埋卖很紧张的, 甚至摆入逢情下去的, 就是这个叫做故宫博文院在西九那个, 现在听讲就算怎讲功, 可能出去以后都用不到, 当然它可以partially部分开发, 拆除棚好似起好那样等习近平去展彩, 但未参观香港故宫博文院都未顶, 这个似乎林郑月娥几乎唯一一个 仍留下有一些实质工作, 或者实质不是负面工作的一些做法, 但你看回林郑月娥已经变了一只 跛脚鸭和变了一个心功怨斧, 她不再是记者的主角, 因为记者知道两个半月后 就不是行她的政策, 李家超的政策会否与林郑月娥相逆, 会否在政纲上跟林郑月娥现在做的事 是有完全不同的取向, 这个当然要等, 但对林郑月娥来说, 可能她都开始感觉到人家的茶杯冷了, 也可能感觉到她自己开始报入一步一步报到尾, 所以我也觉得林郑月娥真的会有一个 心功怨斧的一个私话, 她更加希望拆存在感, 更加希望包括放宽, 即21号开始放宽政府部门的一个工作之外, 同时间可能对美容院, 对健康室,对食肆都有所放宽, 某程度上林郑月娥可能好像忏悔, 就说我会在政策上放绑, 第二亦可这样说, 就是她可能要用这个拆存在感, 因为对于每日出来11点讲疫情, 已经讲到没话好讲, 不就是了,